199人因为违反安全距离措施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警方在星期一接获通报 只有人在马里斯他路一栋商柱两用建筑内聚会 他们涉嫌在单位内喝酒玩游戏和交际 当中一名25岁男子相信是单位的经营者 无照提供公共娱乐和酒精 每项控状可面对最高2万元罚款 而违反安全距离措施则可判坐牢最长6个月 罚款最高1万元或两者兼施